我想两岸高等教育 其实整体来讲 台湾的高等教育的发展 是仍然四组比大陆要稍微整齐 大陆本身有1908所大学 那么数量蛮多的 那么这几年虽然有几所大学 表现相当不错 已经在国际一流化了 但是大多数的大学 还是整体上比起来不如台湾 其实我们也看到 这个《泰晤士报》 虽然有做一个国际大学的评比 世界百大里面 那么北大清法 那么可能比台湾的台大还领先 但是事实上在其他的评比里面 因为主要不一样 那么像西班牙 这个网络大学所做的评比 台大是两岸四地 大学排第一名的 那么上海交通大学 世界大学排完榜 它这个也是世界权威的 一个大学评比 台大还是两岸四地排第一名 我教育部这个财园法人 高中教育评价中心 是我做的评量 世界大学排完榜 这个包括澳洲 苏俄俄罗斯都要求我们 授权给它使用的 我们评价结果 台大还是两岸四地排第一名 所以基本上台湾在很多 这个领域方面 像这个租讯 那么这个电脑科技 在生物医学 在奈米工业 在很多文化创意 很多观光餐旅 很多的这个领域里面 科技领域里面 台湾都比大陆要进步很多 所以如果说两岸 如果学历互相采认之后 我们不担心大陆的好学生 不会到台湾来 即使你没有给奖学金 他要到台湾来 来学到台湾 比大陆领先的领域 大陆现在很舍得